吴向君69歲 喪偶 長嶺縣水泥製品廠退休 退休金2400元 家住范家屯 住房面積40多平米 這邊就這麼個小房 就這麼個小房 還摘一小茄子 這是茄子樣子嗎 茄子都摘兩回了 這是原來摘的辣椒 這是種的西洋菜 辣椒你們看吃剩那麼多 我看到 裡面呢 這是個小茄子嗎 叔 嗯 叫我種什麼種韭菜了 嗯 先生還種韭菜 還種點小菜啥的 我剛把燈打著 就是我在這屋住 在裡屋住 在裡屋住 有小人屋 有暖氣是嗎 有暖氣 有 這個有暖氣 這裡屋不有床 嗯 我現在在裡屋住 吳叔說他老家在長嶺縣太平川 自打搬到范家屯 就買了這個40多平米的地方 這一住啊就是20年 那是從啥時候來到這范家屯的 01年 01年 那咋從長嶺搬到范家屯的呢 我姑娘架在這 架到這來了 對 對 那咱咋不住樓房買個樓啥的呢 那時候買這個房還借錢了呢 那時候挺困的 咋沒上姑娘的住 那個姑娘的 還是自己住好 姑娘給有個樓你叫我住 先給我粉刷的都刮的大白什麼的 叫我去住去 我說什麼也不去 生氣也又不去 為什麼呀 完了你給我拉幾回 拉幾回住他們樓上 他們是整體個樓 是廚房什麼都在上面 給我那麼多樓上 我不願意上樓 不願意去 就這樣 那你覺得住樓咋的呀 說 我覺得住樓挺好的 那到四樓就得行 闖滿天啊 關鍵的是不給兒女添麻煩嘛 你怕也給兒女添麻煩 是是 那我兒子在長嶺不也是嗎 那我也不去 吳叔說 自己住平房也住習慣了 主要也不想讓兒女跟著操心 現在每天他都出去溜達溜達 偶爾種種小菜 這也是他第一次上電視相親 桌子上 早已準備好了 自己的相關證件 你看看這是 叔的身份證 工作證 是醫保 是社保 把這照片都給我們擺著了 是昨天準備了嗎 我這是 我這是把它拿出來嗎 你得證明啊 吳叔說 他特別重視這次相親 所以必須得向紅娘 證明自己的身份 看看自己的誠意 吳叔最開始 在長嶺縣水泥製品廠工作 職務是調度 提到做調度啊 吳叔可是一臉的驕傲 管全廠的工人 所有的車間都給我管 車間主任都給我管 那個管生產管技術 最開始在這塊兒就當調度了 沒有沒有沒有 開始工人 啊 這也是工人 那車間幹活兒 後來當班長 你當班長 完了當車間主任 啊 完了就在 又去當場部當調度 哎呀叔 你真是步步高生啊 就這麼一步步的 當班長手下管幾個人啊 十幾個人 然後就變成總調度 那就多了 我們生產生產線的全會我管 鼓勵是工作呀 啊 都是 那是幾百號人吧 嗯 對超過三百多吧 吳叔說 他從工人做到調度 用了十年時間 那他是如何在眾多工人中脫穎而出 被提拔上任的呢 最起碼我不是排馬屁上去的 我說就憑工作能力 憑勞動 屬於參加工作呀 長得小 嗯 啊 還瘦 他們都以為我呢 幹不了什麼活 啊 以為你用勁兒 給我男朋友的活呢 一開始呢 現在呢 是打水女館 上了鐵盒 上鐵盒呢 是一女的活 啊 我長得小 就給我男朋友到那兒活了 我 麻料快呀 你那時候咋比有點快了說 那就是 幹活不付勁兒啊 年輕啊 我特別是丟了肝盒那個筋鑾斯 這四連往兩邊往兩頭去 對哥瞅著你瞅他他瞅你的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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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那就直接這比賽是成快了 我總想快過別人 不想媽 那些 無數表示 在幹活時不服輸的勁兒 跟自己的性格也有一定的關係 性格急躁 活兒都油煙 那個不願意說 指定的活兒拿著出手 我們那時候都說 你這小子怎麼這麼的 怎麼這麼的 從不再讓他指昏的 那時候我美國吸口語 就說是小棉腦穿破 別叫別指昏破 指昏破 一定要身子受苦 不要臉受熱 你這個農村出來的 你們家還挺窮的 沒啥能耐 那你這個工作 你就得幹好啊 人得有志氣 得要 剛強 別因為你是個人 因為你是個才 因為你是個料 你才就是個料 吳叔說 他這一輩子都挺要強 注重綿綿 所以單位解體後 無論幹什麼職業 他都得挑個好單位 開始是大小外語 第二家是長村工商局 車輛管理分局 我就上那兒當保安去了 完了之後去 又上了咱們 飯店屯電視臺 看著我 晚上放個電視 啥的 完了那電視臺黃了呢 我就在長村 就找這兒活 又找這兒活了 在哪兒 華陽公司 華陽處用公司 上那兒當保安 看門位 我發現你這個當保安 這地兒都挺 單位都挺好的 都好 嗯的 不好我也不去幹哪 啊 你現在 特別在那個銀材市場的時候 那朋友多去了 有的公吃公住 那個私營企業啥的 我一心裡 他那情況就不動 就不能幹 完了那個那個 怕他壓骨折啥的 咱們你看咱們幹這個 都是好單位呀 你就挺挑單位呀 熟啊 熟的就是個性 必須不是你挑我 我也得挑你 就這樣 吳熟當保安 直到退休 可老伴因腦梗去世的早 兒女怕他太孤單 就給他張羅個對象 吳熟說 他人挺好 但差就差在他喝酒上 上別人家 別人請我 請我去那個那個 陪酒去 我都喝多了 他不注意省下 回來我給他罵了 回來我給他罵了 回來當天晚上我就給他罵了 他喝這個啥樣子 你給他罵了 就說這是喝兩樣酒了 正在冬天就意思說 再打開一個 再打開一個 你就喝兩樣酒 說再打開一個 這酒挺好的 酒 那個那個那個 那大夥都說不喝了 他把杯子我送 打開嘗嘗 你說這多 這一桌男人就一個女人 多傻 啊 他丟我面子了 我回來我就把他罵了 特別要面子的吳熟 覺得第二任總不分場合 喝得爛醉 讓他感到沒面子 所以倆人決定分開 不管什麼場合 你控制點自己 把握點也行 一種就喝多了 一種都喝多了 你說誰受了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吳熟和第二任分開後 一直沒找 如今兒女都忙 這身邊沒個說話 唠嗑的人 真不行啊 我是那麼想的 不管跟誰過 你說你別奔錢來 奔錢來我就不中了 我的條件不行啊 那個生活方面 你別看我錢少 吃不能呼嚕 那個老伴兒 那一伴兒 穿 你也得量力點 那個那個 有病 抓緊看 吳叔說 到了這個歲數 就想找個伴兒 好好過日子 那家住吉林的吳姨 會是吳叔 要等的那個人嗎 他給我準備所有物了 人家不累突起 就是他我真的不累 請阿姨乾淨啊 阿姨 吳莎人格熱 66歲 蒙古族 善偶 通寮塗塞廠退休 退休金2500元 家住吉林 住房面積70平米 姨咱叫那個 殺人格日樂是嗎 對 五個字的名 對 我們蒙族嘛 就是字多 那個兩個字 三個字都可少了 咱是蒙古族啊 對 蒙古族就是字多 然後咱是姓吳 是吧 對 我們這院裡 不知道我叫啥名字 他們都叫我 吳姨 吳姨 吳姨老家在通寮 一開始她在通寮屠宰場上班 後來單位解體 她就負責在家帶孩子 而家務活都由丈夫承擔 即使後來都退休了 丈夫也啥活都不讓她幹 吳姨說呀 她若丈夫還在 她可比現在享福多了 我啥也不幹 飯也不做 菜我不按那個 糧食菜我不買 這洗衣 這我都脫的都可好去了 洗衣服 都她 不用我幹 我姑娘娘都不知道洗衣服 都她把洗 姑娘的衣服也 他們倆的都我 倆我的自己的 就這個都可洗的可 洗的可好去了 包餃子啥的不用啊 我都不伸手 包餃子就是她自己的 包餃子啥的都她自己 不用可快去了人家做飯 她啥都會紅燒肉啥的 我怕死了 前面十多年了 我都自己不會做 有肉也不會做 我也沒吃著 直接那紅燒肉也不會做 不會我也沒看她做 我沒去抽策 你抽策你你 吳姨說 打著燈籠也找不著 像丈夫那樣對她好的人了 跟她在一起 吳姨幾乎啥活都不用操心 就連老伴臨走前 也一直放心不下她 總說句話 我死了你咋整啊 有字不認的 幹啥呀 沒咋幹過 這可咋整啊 給兒子說 兒子 爸心裡話說 我一走的話 你得關心你媽啊 你媽 你媽笨腳笨手 我也沒讓她啥幹 你也知道 就告她 死了以後 我家兒子還跟我說呢 我爸就是要放棄了 就一個字倒了 哎呀 就怕你造罪呀 我說你我咋不死呢 她活著唄 心得棒棒的是不是 我說我死替她死 我整的還少 她整的還多 我還不咋幹 我還不累做飯 我姑娘可煩我了 你一個女的不累做飯 我說的 成家你爸就抱了 抱我冷了 我就哭聽聽聽哭 我姑娘沒聽不哭 她們一走 我都老都不下 一個月了一中 我都沒睡了 吳怡說老伴走了十年了 雖然她總會不禁想起她 但這日子還得接著過呀 如今兒女都不在身邊 吳怡得考慮自己的後半生了 我也不要去 她有兩千五百塊錢 給我這工具差不多就行 我不要去 我有房子 我看你們的電視了 給我彩禮 什麼要這個要那個 我沒有 只要合得來 倆人一直到老 好好過就行 了解了吳怡的擇偶標準 紅娘決定安排 她和吳淑見上一面 我叫吳相君 自己介紹了 然後這個姨也姓吳 叫吳殺人葛日樂 叫姓 叫姓 叫吳 殺人葛日樂 幾個孩子 我三個孩子 倆姑娘一個人 都在這本市嗎 媽去哪 一個河北 一個內蒙 一個現在長春 我耳朵有點悖 你那個我提前告訴你 我也有時候也悖 我家孩子聽不到 那你孩子都沒在身邊 沒身邊 沒身邊在走嗎 這個房是你的 我的 你有個小子沒有 我兒子那個河北 兒子河北 大姑娘在內蒙 然後小姑娘在長春 撒孩子 哦 你家兒女不改老你啊 改老那個什麼呀 他不能 我那個 我兩個兒子45 姑娘44 得知兒女都支持在找老伯 無熟更是開門見善 說起了自己的條件 我那工資底 嗯 退休工資是2400塊錢 嗯 再加上那年收保險開100 這是2500塊 2500塊 嗯 住房面積呢 是40多坪 嗯 這個小院都算是 不到80坪 將近80坪 是地方 就是瓦房 嗯 但是有暖氣 嗯 暖氣樓嗎 就 嗯 不是不是樓 是地方 不是樓 但是 上下水啥都挺好 水 自來水啊 自來水都是 那上下水都挺好的 我年齡比你大三歲 我年齡我那叔叔了 大幾歲沒關係 你考慮考慮我這個工資低 沒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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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吳姨對吳叔條件 沒啥挑的 吳叔又問起了今後 花銷的問題 那你長了頭以後 你的工資 打不打算花一點點了 啥的 就是兩個人一起 不高興啊 就拿點兒別拿咋的 電視上呢 要拿的就不幹了 女的都不幹了 聽嗎 我嫁給嫁給她呢 我還給她拿呢 張嘴就要我拿 誰幹呢 主要是你合得來真是認可我 我實在沒有樓 我也可以拿 你瞅瞅 這吳姨考慮問題 是不是挺實在的 看來吳叔對吳姨的回答 都挺滿意 這不啊 他也直接問起了 吳姨對自己究竟是啥看法 你那麼真是嫩說了 你看我這個人行不行 只要想 有沒有觸的意思 能觸也行 唉唷 觸的意思呢 好像太直接了 我回去之後我先 我給你打電話 我給你打電話 我讓電話撈一撈 你要是不嫌棄我 觸一觸 我就要你上我家去 去看看家 看看那小破家 行 185 185 432 8 5 432 732 4 43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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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這倆人 是真看對眼了 就在倆人 都把電話號碼留完了 紅娘覺得 這紅線簽對了的時候 吳叔這邊 跟紅娘道出了實情 我就查你查哪兒了 查咱倆公司也太低 現在五家也太高了 咱倆就出好朋友 對 行行行行 鼠尉有話要說 鼠尉 我耳朵背 你說話口音重 我那十個字法都聽不清四個 就這麼的我我有點想法 能地 背吧 拉手 這是緣分 范圍講話也是緣分 郭秀芝61歲 善偶 大集體由公退休 退休金2100元 家住吉林租房住 挺有壓力的 說心裡話也 人家有時候對方嘛 人家也考證 你是不是奔我錢來的 就當時就 你來的目的 是不是就管我要錢呢 我一點這個想法沒有 你不給我還 我就用我自己工資還 對吧 那你要給我還不更好嗎 那不能說的 我善你下去 你必須得管我還這個機會 我沒有這個想法 郭秀說自打節目播出後 大家都記得他有五萬塊錢饥荒的事 因此他特意重申一下 絕不強求對方幫他還外債 於是紅娘帶著郭秀來到了范家屯 給你倆介紹一下的 這是無相局 這是什麼事 郭秀植 秀植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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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在電視上看到郭秀是吧 對 現在把本人給你帶來了 對 啥心情啊 什麼 這是 郭秀植 郭秀植覺得無俗演員還不錯 可無俗這邊呢 反倒覺得郭秀本人 跟電視上有點差距 幹什麼是啥的 你今天不入那個電視那天那個 那個張相 那天 那天那你穿的那個白格衣服 衝著你臉上白 我那天穿的是藍色的 藍帶白格 哪來的 帶帶帶帶帶 我沒有藍的帶白格衣服 我穿一個紫色的 穿一個是 水藍色的連眼圈 那天蠟齒還挺白的 但今天蠟齒都本色 電視那眼睛都在裡邊都能啥 我不是很白的人 我不白 我不是白人 我說吳淑啊 咱說話也太直了 好在郭秀這邊根本沒往心裡去 但凡事都很较真兒的吳淑 總覺得眼前的郭秀 跟在電視上看到的差點啥 你說是你能 你能要我看看你身份證嗎 行 可以 這是我的 你看 我不用看 看我 我這兒我就實在 該整地就整地 叔 你看身份證主要是看啥呢 看歲數 那你這身份證和年歲不符 我怎麼不符呢 我五九年生人 五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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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九年六十一 毛歲六十二 周歲六十一 怎麼不符 那你那天在電視我看是六十三 沒有 沒有 是書記錯的呀 沒有 那你看錯人了吧 那你看錯人了吧 不是我的吧 沒有沒有 那我能不能記 不能記錯呀 在吳淑看來 郭怡這個人 他終歸是沒有看錯 因此 吳淑也直接表明了心意 我的個性 我不懶不纏 不是纏不懶 我還好懂 你呀 這咱說到這兒 舉個例子 不知道那時候 假如咱倆是結合的 那我就是你的保姆 那我就是你的保姆 真的 我就這個性格 那就 你現在 那什麼 你互相了解別的 是人呢 了解了解一段時間 潘虹年69歲 散偶 長春一氣退休 退休金5700元 有雙保 住房面積80平米 這個穿衣服的風格 都很內傻 都是我的 全是我的 都是西褲啥 都是我的 全是我的 全是我衣服 穿衣服的風格也很時尚 很時尚 平時也都是穿這種 我都這樣 我一直這樣 我一直這樣 你看 再看看這個 這就是 這都是我的村勢 全是我村勢 我村勢全是橫圓祥的 我村把橫圓祥 全是橫圓祥的 橫圓祥 男士就穿橫圓祥 你看看 天天你看看 橫圓祥 男士就穿橫圓祥 為啥呢 就喜歡這個牌子 寬大 還體面 北京做的 上海襯衫穿的仔 小 我魁梧 就穿橫圓祥 還漂亮 還太好 我全橫圓祥的 我以為你是因為今天那個鄉親 所以他們的 不是 不是 我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我家是橫圓家庭 我家橫圓 幾大人全是橫圓 我弟弟處長長 我爸是老處長 原來我是老張 27長的老領導 看得出來潘大哥在提起自己家人的時候 那是滿滿的自豪啊 介紹完父輩 潘大哥又開始介紹起了自己和孩子 我是熱力專業的高級職生 熱功專業的高級技能 我兩個本兒都在那兒填的 一部你們可以看看 這是我的高級職生上的高級技師 想像副教授袋友 我女兒是吉林大學畢業 硕士學位研究生學歷 她現在是副職醫師 在儀器總醫院 我的孤兒是一大宗的技術發展部隊領導 也是硕士學位研究生學歷 車輛工作專業 麥塘教師第三版教車 不改型嗎 車身它符合設計的 在德國中有幹了一年 潘大哥是醫器熱力熱功專業的技術專家 2011年退休 有43年的功齡 潘大哥說自己沒有什麼興趣愛好 平時沒事就願意寫個文章投個稿 這不正說這話呢 潘大哥就給紅娘讀起了 發表在他們單位圖書上的一篇稿子 秋雨夾著涼風交著行人直打燦 計量數熱功一表陳德里出塞到兄弟場 一下火車就碰上了這鬼天氣 避避雨吧 可不知這雨啥時候才能停 這大概寫的是啥 就是它解決一項技術問題 這是我們單位的一個技師 你寫的是你們單位人的實際 一個實際啊 從禁屋開始紅娘就發現 潘大哥這屋裡的東西很少 一點也沒有和老伴兩個人 在這屋裡生活二十幾年的痕跡 這一細問呢 卻勾起了潘大哥傷心的往事 他有遺囑 他把他的東西全淘汰了 你可以看我家東西沒關係 他一間也沒留 他不留後人 對後人尊重 把遺囑全燒了 哎呀能用那個小解放車 手上下去車 完展票了 竟實裝 潘大哥說 老伴去世的時候有遺囑 要把自己的東西都燒掉 一呢是怕活著的人有忌諱 二呢也是怕潘大哥觸景生情 現在家裡只有一件 和老伴有關的東西 那就是一張照片 這旅遊造的 你倆怎麼出去旅遊 沒怎麼出去 就是上台灣去一次 上歐洲五國去一次 上青島 上上海 北京就都去了 到台灣的時候發生的病 退休後 潘大哥開始帶著老伴到處旅遊 可是兩個人的出遊計劃 剛剛完成一半 老伴就病倒了 他是去年十二份 肺癌晚期 他病重期間沒在家 他特別 這人特別明瞞 他不能在家 對後人有響 他重病以後 我們上康泰原青老院 單獨家 一月一萬元 專門護理 在那兒走 他 他 他就是 假設我這意思 我再取的話 對人後人尊重 對女性尊重 因為你再來人 你看你前期的這些東西 他可能有想法 但可能有些人 不忌諱這件事 他提出說 我去養老院住 什麼時候 你以後再找 或者是在地的 有機會 他 他 當時 我也沒這麼想 就是啥呢 我特別感動 我沒想到 就是妻子 到最後時候 還想到我 老伴病重期間 主動提出了 要去住養老院 潘大哥也考慮了 養老院的各方面條件 確實都比在家裡要好 而且去了養老院 自己也還是可以陪著老伴 所以也就同意了 他走以後 我整了病假院 整了病假院 我整病假院 嚴重的便秘 嚴重的失眠 我得回過我是女兒醫生 從我走中醫道路針灸 把我救了 救了以後 完了考慮了很長時間 完了是 再去 就這麼的 後來完了有朋友介紹 但是我都沒看 我這個人可以說是 第二次就二婚 再婚 第一次初戀 我沒見過這個人 我這個人很政治的人 這次是第一次 在見這個初戀 考慮了很長時間 潘大哥終於報名了我們節目 他決定要往前賣一步 五十八歲左右 不找太年輕的 個高一點 我不要求這個人 收入高低 文化高低 我也不考慮 就是人健康 潘大哥說 老伴的去世 給了他特別大的打擊 很長一段時間 他都走不出來 而家住長春和龍的余大姐 和潘大哥 有著相同的經歷 那麼這兩個人 會是彼此感情上的依靠嗎 余中輝60歲 空氣壓縮機場 退休 退休金2400元 有雙保 住房面積70平米 潘大哥會是合適他的人嗎 大姐是特意 大哥買的水 看大哥的籃球呢 對 難得那麼細心 那是女同志嘛 哈哈哈哈 看我大哥這樣想 是不是 不比年輕人差呀 看 潘大哥覺得 這個年紀相親 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一個好身體 這麼巧 自己年輕的時候 特別喜歡打籃球 雖然已經好多年不打了 可是自己再婚的 第一次相親 還是想要給對方展示一下 大哥啊呀 我去打了 來 我給你介紹一下 余中輝余大姐 潘洪年潘大姐 姓潘 姓潘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謝謝 潘洪大姐這個身體素質 是不是 墨許好的 墨許好的 給一瓶水 謝謝 謝謝 我先給我手上 那行好的 我先放著去 先拿 大姐給你買的水 好 大姐給你買的水 謝謝謝謝 看著潘大哥在球場上揮灑汗水 余大姐也主動提出 想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活力 活動 快點 快點 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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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拍不來 還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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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一句 冒汗 其實經歷還都挺相似的 都是藏偶 老伴都是肺癌眉的 剛臨走前老伴都拉著手 說你們得彼此再找一個 這個經歷還挺相像的 你愛人呢 什麼時候其實 18年 18年 2月19號 去年 其實兩年了 兩年 我愛人去年其實也肺癌 經歷相相 相相 相相 那這個相相的經歷 沒讓你覺得說 我們就是會更瞭解彼此 也會更珍惜彼此嗎 我會有這些想法 有上午的經歷 包括他愛人得那病跟我 愛人病都是一樣 這些我們都有共同的感受 和那個經歷 這一點是難得的 我就想找一個共同經歷的 共同的經歷 讓兩個人更加理解了彼此 於是余大姐主動問起了潘大哥的興趣愛好 那平時都按什麼活動啊 我也看見我在單位寫東西 有習慣寫點東西 現在還寫呢 也不懂寫 有時候別人求我幫寫點東西 哪方面呢 新聞報導之類的 我就在單位搞宣傳搞報導 大姐平時在家也愛學習 我現在也是 就是什麼養生啊 好像嘗試吃的東西 我都愛聽 愛學 大姐的興趣愛好跟大哥什麼 每天六點到七點半必須紐陽蓋 然後有時候出去會眼前 也是鍛鍊身體 適當地跳一跳廣場舞 你到我們家沒有紐陽蓋來 但是這個我不算什麼都不算什麼 但是我們有點這個文化理念 有點不太相當 你覺得大姐就是看論的東西 跟你達不到一個層次嗎 聽 對 對 但是不是人家不好 就是我總覺得不太合適 聊到兩個人的興趣愛好 潘大哥覺得 與大姐和自己不太合適 我大哥我這裡就是打個天上說兩話 我就是常常找一個 就是倆人生活呀 共同語言呢 都是能聊到一起的 大哥想一下 對未來的生活怎麼了 對未來的生活 我也是 就是啥呢 這個歷史長項慢慢吧 人生百年非常短 第一 身體要好健康 第二啥呢 就是把自己家裡的孩子的事 家裡的事都處理好 然後去理會 我就這麼想 也想啦 就是這樣 我就都這麼想 但現在我暫時走不去 因為我媽還握房子 我媽我弟弟在戶裡 不用問 因為我女兒是醫生 我很忙 我孤兒是大宋的一個領導 她也沒世界 有時候我在女兒家 還是照顧照顧 所以暫時離不開 暫時離不開 暫時離不開 她的經歷和素質 我都喜歡 包括身高 包括這個乾淨綠色勁 那都不用問了 她這孩子老照顧 就是暫時過不了二月世界 我也不知道 現在反正挺糾結 性格爽快的余大姐 開始因為潘大哥 暫時不能過二人世界 開始猶豫了 余大姐說了 還是想先聽聽潘大哥的想法 自己再做決定 那麼潘大哥 到底會給出余大姐 怎樣的答案呢 廣告回來 咱接著看 那你就是咱倆就是今天就初次見面 嗯 方我那些顧慮 我確實是有顧慮 然後呢就是 咱倆落完了再說 就是你現在 就是看我之後 嗯 是不是你選擇的那個 這方面有沒有那方面 我直接說 滿意不滿意的地方 我就覺得吧 咱們這語言方面 生光習慣方面 挺 不是 你不要傷心啊 我覺得不太合適 快算你去啦 那沒事沒事 沒事 阿東姐真的不太合適 我的氣質 我的身份 我的背景都在這個 謝謝你 給我買瓶水呢 沒事沒事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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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桂琴62歲 散偶 一刷廠打字元退休 退休金2100元 有雙保 住房面積50平米 大姐今天有點緊張 嗯 確實有點緊張 從12日開始緊張了 從我給你打的電話 嗯 我就是兩天都是有點緊張的 從兩天前有點緊張 對 現在好一點 現在好一點了 見到我之後好一點了 對 因為是甜甜嘛 對 看得出來 張大姐確實是很緊張啊 紅娘為了幫助 張大姐舒緩情緒 給張大姐提了一個建議 先找一件 自己最擅長的事情做 你看好 她不行太緊張了 那不行 我談不了 她不太緊張了 瞅瞅這張大姐緊張呢 彈琴的手都有點抖了 在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心理建設後 張大姐終於彈了一段完整的曲子 朗普 一首对唱情歌 也希望自己今后的人生 可以像这首曲子一样 真挚而圆满 在张大姐完全放松下来之后 又给红娘展示起了一段舞蹈 虽然到了这个年纪 可是张大姐还是希望 自己的生活可以丰富一点 张大姐说 眼前这幅十字绣 就是自己苦中作乐 最好的证明 其实我绣了三个月 那时候正好我老公病的时候 就是刚有病的时候 我就在家守着她 然后我就想把这个时间 就是做点什么 然后就边看护她 然后用一点时间 就修这个东西 我就现在就拿起来 我就回忆那个 一幕一幕的那个 就觉得 现在拿着这个东西 在回忆当时也觉得很感慨 是不是 对 那时候老公刚生病 然后你一边修这个 一边照顾她 其实这个也承载了 就你陪伴她的这个时间 是不是 对 所以我这个拜的这个东西 就是好像是一个记忆 这个也承载了你最难过的 那段时光 是不是 没关系大姐 这个更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现在呢 她要见证你新的开始了 张大姐的丈夫是在2018年1月份 因为胆管癌去世的 她说老伴在世的时候 她尽心尽力地照顾过 所以现在也没什么遗憾 该放下了 有一定的素质的 跟我能 就是挺大 就搭吧 就是有工资啊 或是三年以上啊 就是身体一定要健康 就是找汽车厂 这个父亲的 因为我哥呀 或是我父亲呢 好像他们都是汽车厂的 也认为汽车厂的 那个就是 好像人都比较那个 稳单一点 张大姐的择偶要求里有一条 想找汽车厂附近的 潘大哥不仅是汽车厂退休的 更是住在一溪宿舍 两个人的形象气质呢 也很搭配 于是红娘安排 让两个人见上一面 大哥 你好 嗨 见误见误大姐 张贵姐 张大姐 好 我已经有潘红娘 你好 请坐 大姐是不是这种气质 有气质 学跳舞 学跳舞 在大学学棍跳 然后这个还会谈节 也是刚学的 刚学的 刚学的 我说没啥事嘛 我说这孩子也大了 然后在家里也挺无聊的 然后在家就刚学二年 刚学二年 谈的也不怎么好 反正就挺喜欢的 行 第一没啥事吧 有点爱好确实好 是 你有事干 但是你俩都也在大姐的 周围要求里边有一条说 那个要找汽车厂退休的 汽车厂付近的 我说那个 他说的是最好 我说那最好啥呀 干脆给你找一个这样的 哎呀 我是有这种想法 我们汽车厂这单位确实不做 挺好 是 我也觉得 我们全民两位 全民两位 因为我哥也是在这个汽车厂 但是发动机的 发动机的 发动机的 对 我觉得挺稳重的 挺好的 就是初步一现吧 挺好 其实挺有知识 其实其实不错 挺好 谢谢太累 潘大哥和张大姐 见面的第一印象 对彼此还都挺满意 也都想再了解了解 潘人啥是去世的 是 是18年的1月份 18年 18年1月份去世 也是生病去世 生病去世的 也是后来转为胃癌 然后就吃不了东西 癌症一般都吃不了 就围死 对 围死了三年多了 是 你呢 我爱人是肺癌 他是去年去世 去年 他得病到去世 一共是六年多 就从去年十分之前 非常好 完了 然后恶化以后 身体就不行了 不行以后吧 去年那十分开始吧 我让人非常明智 我们直接就离开这了 上养老院了 高档养老院 一个耽误了 约一万块钱的 担任护理 在那儿走了 没得见 他非常明智 我让人特别明智 那天环境好 另外啥呢 我一日照顾过来 完之后自己又有病了 我病了 在紫长时间里 都可以说女儿是大夫 又是针灸事 重要了 什么精神因素 好 他就是老伴走的 也时间短 然后我也不知道 他现在就是 能不能放弃 那你看大姐 他如果没放弃 还有影响的话 他能再找忙 对吧 所以他可能是把过去的事儿 都处理的 明白了 包括他的感情 包括这事儿 他都处理完了 所以他能再来说 我想去找 要是那样就好 对吧 那样挺好的 完之正好是三号 我也就想找三号 那你看 像你也是 就是那个没准备好 你能买照 是 对 确实是这样 这一点就没问题 潘大哥和张大姐 这两人在各方面 都达成了一致 两个人也决定 相处一下试试 挺感谢小红娘 甜甜 跑 来回跑 为我们费心 今天呢 我也觉得 看见大哥 印象也挺好的 就是了解吧 我们在一块儿相处吧 确实 他也是好妈妈 好女人 你们俩今天相遇了 就是我也觉得很开心 你们俩能成 然后以后就多走动 要是觉得处得差不多了 双方儿女也见见面 是不是 对 是 我也是这种想法 然后那个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 谢谢